做人傻就没有好日子过,这句话的答案是否定的,对此,民间有句经典的哲理性答案,傻人有傻福,其实,在生活中,有些人看起来很傻,其实是真聪明,看似糊涂,其实难得糊涂,有些人看似没傻的头,其实往往前途无量,这样的人,是不简单的人。 他们往往在这几个方面,有些傻傻的特征,第一个特征,做人很厚道,常常吃小亏,做人厚道好不好,对于这个问题,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见解,有人说,做人太厚道,往往容易吃亏,吃亏的事情多了,有人就会说我们傻,所以,我们就会觉得受到委屈。 其实,一个人,吃点小亏,也不是什么坏事,在我们身边,一些厚道的人,总是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喜欢和支持,同时,他们也会拥有更多的人满,一个人,有了这么多人的喜欢和支持,这样的人,自然就是有福气的人了。 这样的人,即使看起来傻一点,又有什么关系的呢? 第二个特征,做人有点寒,往往敲重担,一个有福气的人,往往做人比较寒,他们不挑事,不主动反对到头的任务。 这样的人,就是别人眼中的傻乎乎的人,其实,这样的人,是我们的单位,我们的身边,最不可或缺的人,我们知道,任何一件事,都需要人去做。 有些人,因为努力,因为勤奋,会多做一点事情,但是,这样的人,往往会得到重用,在我们身边,那些能做事,会做事,而且做事不爱发牢骚的憨人,傻乎乎的人,他们的日子,差不到哪里去。 第三个特征,做事爱钻研,爱做冷板凳,一个有傻福的人,往往做事爱钻研,有时候,对一件事,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,有的,甚至喜欢做十年冷板凳,才研究出了自己的成果。 这样的人,不会投机取巧,不会花天酒地,不会指最精明,不会去上蓝下的耍鬼精灵,看起来很傻,其实,他们才是最精明的人,因为他们知道,人混到最后,实力才是真正的本事,投机取巧的,也许会换取一时,甚至比较长久的好处,但终究,得不到最终的好结果。 而一个人,只要有了实力,就能永远站在不败之地。 第四个特征,爱情很专一,只爱遭康熙,夫,这个世界,分白复杂,人的情感,在欲赫难停的诱惑中,往往会变得不可捉摸。 有些人,被一些消极的人生观所左右,把类似一等男女人家外有家,二等男女人家外有花,狼,三等男人下班回家,当作人生的信条,从而误入歧途。 结果往往弄得家庭鸡飞狗翘,难以收拾,而那些看似傻乎乎的人,对爱情却非常的专一,他们一生只爱自己的糟糠之妻,夫。 结果,家庭和母,子女很有本事,这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福气吗? 第五个特征,生活很平淡,像小花小草,一个有福气的人,他们的生活很平淡,他们就是很多人眼中的傻子,不懂得吃喝玩乐,不懂得四处折腾,不懂得享受高物质生活。 所以,他们的生活过得平淡无奇,他们就像这世间学许多多的小花小草一样,喜欢昭露,也像往西洋,其实,这样的人,才是最有福气的人。 他们知道,人活着,真正的幸福,跟他人无关,人活着,真正的快乐,来自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 所以,做人,又在这几个方面傻一点,才有傻夫。 你们看,这个世界,那些看起来傻乎乎的人,福气都已经跑到他们身上来了,而其中,就有你一个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